《红楼梦》 第三十七回 秋爽摘偶解海棠社 恒无怨夜你菊花蹄 这年贾政又点了血刹 则于八月二十日起身 逝日拜过宗祠及贾母起身 宝玉诸子弟等送至撒泪亭 却说贾政出门去后 外面诸事不能多记 单表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地逛荡 真把光阴虚度 岁月空天 这日正无聊之际 只见翠莫进来 手里拿着一副花尖送予她 宝玉音道 可是我忘了 才说要瞧瞧三妹妹去的 可好些了 你偏走来 翠莫道 姑娘好了 今儿也不吃药了 不过是量着一点 宝玉听说 便展开花尖看时 上面写道 地探锦缝 二兄文己 前夕心计 月色如喜 阴夕清景难逢 巨人旧卧 十漏以三转 由徘徊于铜剑之下 为防风禄所欺 智获采心之患 昨蒙勤劳辅主 傅佑朔遣事而问切 兼以先利并真轻莫计见次 何同慧爱之身灾 今因伏几瓶床出莫之时 因斯吉历来古人中处民工立敌之场 游至一些山滴水之躯 远昭近一 头霞攀远 误结二三同志盘缓于其中 或数词谈 或开吟舍 虽一时之偶星 虽成千古之家谈 帝虽不才 妾同刀妻处于全时之间 而兼目薛林之计 风亭月谢 西魏宴吉诗人 连姓西陶 或可罪非隐斩 蜀魏连社之雄才 独许须美 只以东山之雅惠 让于知粉 若蒙照雪而来 帝则扫花已淡 此紧凤 宝玉看了 不觉喜地拍手笑道 倒是三妹妹的高雅 我如今就去商议 一面说 一面就走 翠莫跟在后面 刚到了沁方亭 只见园中后门上 执日的婆子手里拿着一个字帖走来 见了宝玉 便迎上去 口内说道 云歌请安 在后门只等着 叫我送来的 宝玉打开看时 写道是 不孝南云恭请 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南司自蒙天恩 任于西夏 日夜司衣孝顺 竟无可孝顺之处 前因买伴花草 上托大人金服 竟认得许多花匠 并认得许多名媛 因忽见有白海棠一种 不可夺得 顾便进方法 只弄得两盆 大人若是男士亲男一般 便留下赏玩 因天气暑热 孔元中姑娘们不便 顾不敢面见 奉书恭起 并扣台安 南云贵书 宝玉看了 笑道 独他来了 还有什么人 婆子道 还有两盆花儿 宝玉道 你出去说 我知道了 难为他想着 你便把花儿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 一面说 一面同翠莫网秋爽摘来 只见宝钗 黛玉 迎春 西春已都在那里了 众人见他进来 都笑说 又来了一个 探春笑道 我不算俗 偶然几个念头 写了几个帖是一事 谁知一招接道 宝玉笑道 可惜迟了 早该起个设的 黛玉道 你们只管起设 可别算上我 我是不敢的 迎春笑道 你不敢谁还敢呢 宝玉道 这是一件正经大事 大家鼓舞起来 不要你牵我让的 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 大家平章 宝姐姐也出个主意 林妹妹也说个话 宝钗道 你忙什么 人还不全呢 一语未了 李婉也来了 进门笑道 哑得紧 要起诗舍 我自荐我掌坛 前春天 我原有这个意思的 我想了一想 我又不会做诗 瞎乱些什么 燕儿也忘了 就没有说得 即使三妹妹高兴 我就帮你做星起来 黛玉道 既然定要起诗舍 咱们都是诗翁了 先把这些姐妹 疏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 李婉道 即使 何不大家起个别号 彼此称呼则哑 我是定了道乡老农 再无人站的 探春笑道 我就是秋爽居士吧 宝玉道 居士 主人到底不洽 且又裸坠 这里梧桐芭娇尽有 或止梧桐芭娇 几个道好 探春笑道 有了 我醉起芭娇 就称娇夏克罢 众人都道别致有趣 黛玉笑道 你们快牵了他去 炖了菩萨吃酒 众人不解 黛玉笑道 古人曾云焦夜俘虏 他自称焦夏克 可不是一只鹿了 快坐了鹿府来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探春音笑道 你别盲忠实 巧话来骂人 我已替你想了个 极当的美号了 又向众人道 当日鹅黄女鹰 撒勒在竹上乘班 故今班竹又名香妃竹 如今他住的是萧香馆 他又爱哭 将来他想林姐夫 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班竹的 以后都叫他做萧香妃子就完了 大家听说 都拍手叫庙 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 李玩笑道 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 也指三个字 西春迎春都问是什么 李玩道 我是封他横无君了 不知你们如何 探春笑道 这个封号极好 宝玉道 我呢 你们也替我想一个 宝钗笑道 你的号早有了 吴氏芒三字恰当得很 李玩道 你还是你的就好 降动花主就好 宝玉笑道 小时候干了营生 还提他做什么 探春道 你的号多得很 又起什么 我们爱叫你什么 你就答应着就是了 宝钗道 还得我送你一个号罢 有最俗的一个号 却与你最当 天下难得的是富贵 又难得的是闲散 这两样再不能兼有 不想你兼有了 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 宝玉笑道 当不起 当不起 倒是随你们混叫去罢 李玩道 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号 迎春道 我们又不大会师 白起个号做什么 探春道 虽如此 也起个才是 宝钗道 他住的是子灵州 就叫他灵州 四丫头在偶相谢 就叫他偶谢就完了 李玩道 就是这样好 但叙齿我大 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 管情说了大家合意 我们七个人起设 我和二姑娘四姑娘 都不会做事 须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 我们三个各分一件事 探春笑道 已有了号 还只管这样称呼 不如不有了 以后错了 也要立个法约才好 李玩道 立定了设 再定法约 我那里地方大 竟在我那里作社 我虽不能作师 这些诗人竟不厌俗课 我做个东道主人 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 若是要推我做社长 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 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 就请灵州偶谢二位学究来 一位出题献运 一位腾露奸场 亦不可拘定了 我们三个人不做 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运脚 我们也随便做一首 你们四个确实要限定的 若如此便起 若不依我 我也不敢负极了 迎春西春本性懒于诗词 又有薛林在前 听了这话便深合己意 二人皆说 即是 探春等也知此意 见他二人乐福 也不好强 只得一了 音笑道 这话也罢了 只是自想好笑 好好的我起了个主意 反叫你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 宝玉道 既这样 咱们就往道乡村去 李丸道 都是你忙 今日不过商议了 等我再请 宝差道 也要议定几日一会才好 探春道 若只管会得多 又没去了 一月之中 只可两三次才好 宝差点头道 一月只要两次就够了 拟定日期 风雨无阻 除这两日外 唐有高兴的 他情愿加一设的 或情愿到他那里去 或付救了来 亦可使得 岂不活泼有趣 众人都道 这个主意更好 探春道 只是缘系我起的意 我须得先做个东道主人 方不负我这心 李丸道 既这样说 明日你就先开一设如何 探春道 明日不如今日 此刻就很好 你就出题 灵州献运 呕谢奸场 迎春道 依我说 也不必随一人出题献运 竟是粘究公道 李丸道 方才我来时 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 道是好花 你们何不就涌起他来 迎春道 都还未赏 仙道作诗 宝钗道 不过是白海棠 又何必定要见了才作 古人的师父 也不过都是寄星写情儿 若都是等见了作 如今也没这些诗了 迎春道 既如此 待我献运 说着 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诗来 随手一接 这手竟是一首七严律 地狱众人看了 都该做七严律 迎春演了诗 又向一个小丫头道 你随口说一个字来 那丫头正以门力着 便说了个门字 迎春笑道 就是门字运 十三元了 头一个运定要这门字 说着 又要了运牌匣子过来 抽出十三元一剔 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 那丫头便拿了盆魂横昏四块来 宝玉道 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做呢 代书一样预备下四份纸笔 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 读黛玉或服巫童 或看秋色 或又和丫鬟们嘲笑 迎春又令丫鬟住了一只梦田香 原来这梦田香只有三寸来长 有灯草粗细 以其易尽 故以此尽为限 如香尽未成便要法 一时探春便先有了 字体笔写出 又改抹了一回 地语迎春 阴问宝钗 横无君 你可有了 宝钗道 有却有了 只是不好 宝玉背着手 在回廊上夺来夺去 音像黛玉说道 你听 他们都有了 黛玉道 你别管我 宝玉又见宝钗 以腾写出来 一说道 了不得 香只剩了一寸了 我才有了四句 又向黛玉道 香就完了 只管蹲在那朝地下做什么 黛玉也不理 宝玉道 可顾不得你了 好歹也写出来吧 说着也走在岸前写了 李丸道 我们要看诗了 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罚的 宝玉道 道香老农虽不善做却善看 又醉公道 你就平悦幽烈 我们都服的 众人都道 自然 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写道是 永白海棠 献门盆魂恒昏 斜阳寒草带重门 台翠营扑雨后盆 欲是精神难比捷 雪为击鼓一销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 末未搞仙能语化 多情伴我永黄昏 自看宝钗的事 珍重方姿皱眼门 自携手瘟灌台盆 胭脂洗出秋街影 冰雪招来露气魂 但即使之花更艳 愁多焉得欲无痕 欲长白地平清洁 不与亭亭日又昏 你玩笑道 到底是恒无君 说着又看宝玉的 道是 秋荣浅淡应重门 七劫传城雪满盆 初玉太真兵作影 捧心兮此玉为魂 小风不散筹千点 素玉还添泪一痕 独以画篮如有意 清真怨敌送黄昏 大家看了 宝玉说探春的好 你玩才要推宝钗 这是有身份 音又催黛玉 黛玉道 你们都有了 说着提笔一挥而就 至于众人 你玩等看他写道士 半卷香连半掩门 碾兵为土玉为盆 看了这句 宝玉先喝其采来 只说从何处想来 又看下面道 头来李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缕魂 众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 说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 又看下面道士 月枯仙人奉稿妹 秋归院女士提痕 焦羞默默同谁醋 倦以西枫叶已婚 众人看了 都道士这首为上 已玩道 若论风流别致 自是这首 若论含蓄浑厚 终让横岗 探春道 这瓶的游礼 肖香妃子当居第二 已玩道 宜洪公子是鸭尾 你服不服 宝玉道 我的那首原不好了 这瓶的罪功 又笑道 只是横销二手还要斟酌 已玩道 原是依我评论 不与你们相干 再有多说者必乏 宝玉听说 只得罢了 已玩道 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 十六这两日开设 初题献运都要依我 这期间你们有高兴的 你们只管令则日子补开 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设 我只不管 只是到了初二 十六这两日 是必往我那里去 宝玉道 到底要起个盛名才是 探春道 俗了又不好 特新了 雕酸古怪也不好 可巧才是海棠师开端 就叫个海棠射罢 虽然俗些 因真有此事 也就不爱了 说必大家又商议了一回 略用些酒果 方各自散去 也有回家的 也有王家母王夫人出去的 当下别人无话 且说西人因见宝玉 看了字天 便慌慌张张的 铜翠墨去了 也不知是何事 后来又见后门上婆子 送了两盆海棠花来 西人问是那里来的 婆子便将宝玉 前一番缘故说了 西人听说便命他们摆好 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 自己走到自己房内 乘了六千银子封好 又拿了三百钱走来 兜地与那两个婆子道 这银子赏那台花来的小子们 这钱你们打酒吃吧 那婆子们站起来 没开眼笑 千恩万谢地不肯受 见习人执意不收 方领了 习人又道 后门上外头 可有该班的小子们 婆子盲硬道 天天有四个 原预备里面拆事的 姑娘有什么拆事 我们吩咐去 习人笑道 有什么拆事 就保二爷要打发人到小侯爷家 与屎大姑娘送东西去 可巧你们来了 顺便出去叫后门小子们 雇辆车来 回来你们就往这里拿钱 不用叫他们又往前头混碰去 婆子答应着去了 习人回至房中 拿碟子盛东西与屎香云送去 却见格子上碟槽空着 一回头见秦文 秋文 摄月等都在一处做争执 习人问道 这一个蝉丝白马脑碟子那去了 众人见问 都你看我我看你 都想不起来 半日 秦文笑道 给三姑娘送荔枝去的 还没送来呢 习人道 家常送东西的家伙也多 巴巴地拿这个去 秦文道 我何尝不也这样说 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 我送去 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 叫连碟子放着 就没带来 你在瞧 那妻子系上头的一对连珠瓶 还没收来呢 秋文笑道 提起瓶来 我又想起笑话 我们宝二爷说声 笑心一动 也笑尽到二十分 因那日见园里桂花 舍了两只 园是自己要插瓶的 忽然想起来说 这是自己园里的采开的新鲜花 不敢自己掀完 巴巴地把那一对瓶拿下来 亲自灌水插好了 叫个人拿着 亲自送一瓶敬老太太 又敬一瓶与太太 谁知她孝心一动 连根的人都得了福了 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 老太太见了这样 喜得无可无不可 见人就说 到底是宝玉孝顺我 连一枝花也想得到 别人还只抱怨我疼她 你们知道 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说话的 有些不入她老人家的眼的 那日敬教人拿几百钱给我 说我可怜见的 生得单柔 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 几百钱是小事 难得这个脸面 极致到了太太那里 太太正和二奶奶 赵姨奶奶 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 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 不知给那一个 一见了 连衣裳也不找了 且看花 又有二奶奶在旁边凑圈 夸宝玉又是怎么孝敬 又是怎样之好歹 有的没的说了两车话 当着众人 太太自为又增了光 堵了众人的嘴 太太越发喜欢了 县城的衣裳就赏了我两件 衣裳也是小事 年年年横竖也得 却不像这个彩头 秦文笑道 呸 没见世面的小提子 那是把好的给了人 挑剩下的才给你 你还冲有脸呢 秋文道 凭他给谁剩的 到底是太太的恩典 秦文道 要是我 我就不要 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 也罢了 一样这屋里的人 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 把好的给他 剩下的才给我 我宁可不要 冲撞了太太 我也不受这口软气 秋文盲问 给这屋里谁的 我因为钱病了几天 家去了 不知是给谁的 好姐姐 你告诉我知道知道 秦文道 我告诉了你 难道你这会退还 太太去不成 秋文笑道 我 我白听了喜欢喜欢 哪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 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也不犯管别的事 众人听了都笑道 骂得巧 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败了 西人笑道 你们这起烂了嘴的 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 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 秋文笑道 原来姐姐得了 我实在不知道 我赔个不是爸 西人笑道 少轻狂爸 你们谁取了蝶子来是正经 摄月道 那瓶的空儿也该收来了 老太太屋里还罢了 太太屋里人多手杂 别人还可以 赵姨奶奶一伙的人件是这屋里的东西 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 太太也不大管这些 不如早些收来正经 秦文听说 便知夏真指道 这话倒是 等我取去 秋文道 还是我取去吧 你取你的蝶子去 秦文笑道 我偏取一糟儿去 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 难道不许 我得一糟儿 摄月笑道 通贡秋丫头 得了一糟儿衣裳 那里今儿又巧 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 秦文冷笑道 虽然碰不见衣裳 或者太太看见我勤紧 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 也定不得 说着 又笑道 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 什么事我不知道 一面说 一面往外跑了 秋文也同他出来 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 习人打点齐备东西 叫过本处的一个老宋妈妈来 向她说道 你先好生书写了 换了出门的衣裳来 如今打发你与使姑娘送东西去 那宋嬷嬷道 姑娘只管交给我 有 话说于我 我收拾了就好一瞬去的 新人听说 便端过两个小掐丝盒子来 先揭开一个 里面装的是红灵和鸡头两样鲜果 又那一个 是一碟子桂花糖蒸心力粉高 又说道 这都是今年咱们这里园里新揭的果子 宝二爷送来与姑娘尝尝 在前日姑娘说 这玛瑙碟子好 姑娘就留下玩吧 这卷包里头 是姑娘上日教我做的活迹 姑娘别嫌粗糙 能着用吧 替我们请安 替二爷问好就是了 宋嬷嬷道 宝二爷不知还有什么说的 姑娘再问问去 回来又别说忘了 习人一问秋文 方才可见在三姑娘那里 秋文道 他们都在那里商一起什么施舍呢 又都作诗 想来没话 你只去吧 宋嬷嬷听了 便拿了东西出去 另外穿戴了 习人又嘱咐她 从后门出去 有小子和车等着呢 宋妈去后 不在话下 宝玉回来 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 置房内告诉习人 起失舍的事 习人也把打发宋妈妈 与史湘云送东西去的话 告诉了宝玉 宝玉听了 拍手道 偏忘了她 我自觉心里有件事 只是想不起来 亏你提起来 正要请她去 这失舍里 若少了她 还有什么意思 习人劝道 什么要紧 不过玩意儿 她比不得你们自在 家里又做不得主儿 告诉她 她要来又由不得她 不来 她又牵肠挂肚的 没得叫她不受用 宝玉道 不妨是 我回老太太 打发人接她去 正说着 宋妈妈已经回来 回复道生寿 与西人道法 又说 问二爷做什么呢 我说和姑娘们 起什么施舍措施呢 使姑娘说 他们做事 也不告诉她去 急得了 不得 宝玉听了立声 便往贾母处来 立逼着叫人接去 贾母音说 绝天晚了 明日一早再去 宝玉只得罢了 回来闷闷的 四日一早 便又往贾母处 来催逼人接去 直到午后 使香云才来 宝玉方放了心 见面时就把使墨 原由告诉她 又要与她诗看 李丸等一说道 且别给她诗看 先说与她运 她后来 先罚她胡乐师 不好 便请入社 好 还要罚她一个东道再说 使香云道 你们忘了请我 我还要罚你们呢 就拿运来 我虽不能 只得勉强出丑 容我入社 扫地焚香 我也情愿 众人见她这般有趣 越发喜欢 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她 遂忙告诉太运 使香云一心兴透 等不得推敲删改 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 心内早已合成 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 先笑说道 我却一运胡了两手 好歹我却不知 不过应命而已 说着地语众人 众人道 我们四手也算想绝了 再一手也不能了 你捣弄了两手 那里有许多 话说 必要中了我们 一面说 一面看时 只见那两首诗写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兜门 重的蓝田玉一盆 自是双额偏爱冷 非观歉女亦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 语字天来格宿痕 却喜诗人淫不倦 其令寂末度潮昏 其二 横指阶通罗闭门 也一墙角也一盆 花音喜劫难寻偶 人为悲秋意断魂 欲逐滴干风里泪 金莲隔破月中痕 忧情欲向长额素 无奈虚狼夜色昏 众人看一句 惊讶一句 看到了 赞到了 都说 这个不枉做了海棠师 真该要骑海棠舍了 使湘云道 明日先罚我个东道 就让我先邀一舍可使得 众人道 这更妙了 因又将昨日的与他评论了一回 至晚 宝钗将湘云邀网横无怨安歇去 湘云灯下记忆如何舍东你提 宝钗听他说了半日 皆不妥当 因向他说道 既开设 便要做东 虽然是玩意儿 也要沾钱顾后 又要自己便宜 又要不得罪了人 然后方大家有趣 你家里你又做不得主 一个月通贡那几串钱 你还不够盘缠呢 这惠子又干这没有紧的事 你沈子听见了 越发抱怨你了 况且你就都拿出来 做这个东道也是不够 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 还是往这里要呢 一席话提醒了湘云 道愁处起来 宝钗道 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 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 他家填上出的 很好的肥螃蟹 钱送了几斤来 现在这里的人 从老太太起 连上园里的人 有多一半 都是爱吃螃蟹的 前日姨娘还说 要请老太太 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 因为有事还没有请呢 你如今且把诗设别提起 只管普通疫情 等他们散了 咱们有多少诗做 不得的 我和我哥哥说 要几篓几肥 极大的螃蟹来 再往铺子里 取上吉他好久 再背上四五桌裹碟 起步又省事 又大家热闹了 湘芸听了 心中自是感浮 集散他想得周到 宝钗又笑道 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 你千万别多心 想着我小看了你 咱们两个就摆好了 你若不多心 我就好叫他们办去的 湘芸芒笑道 好姐姐 你这样说 到多心待我了 凭他怎么糊涂 连个好歹也不知 还成个人了 我若不把姐姐 当做亲姐姐一样看 上回那些家常话 凡男士 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了 宝钗听说 便叫一个婆子来 出去和大爷说 一前日的大螃蟹 要几楼来 明日饭后 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 你说大爷好歹别忘了 我今儿已请下人了 那婆子出去说明 回来无话 这里宝钗又想相云道 尸体也不要过于心巧了 你看古人诗中那些雕酸古怪的题目和奈极险的运了 若提过于心巧 运过于险 再不得有好诗 终是小家气 诗固然怕说俗话 更不可过于求生 只要投一件利益倾心 自然措辞就不俗了 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 还是仿击真指是你我的本等 一时闲了 倒是与你我深有益的书 看几章是正经 湘云只答应着 音笑道 我如今心里想着 昨日做了海棠诗 我如今要做个菊花诗如何 宝钗道 菊花道也何景 只是前人太多了 湘云道 我也是如此想着 恐怕落套 宝钗想了一想 说道 有了 如今以菊花为宾 以人为主 敬你出几个题目来 都是两个字 一个虚字 一个识字 识字便用菊字 虚字就用通用门的 如此又是永菊 又是富士 前人也没做过 也不能落套 附近永物两观着 又新鲜 又大方 湘云笑道 这却很好 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 你先想一个我听听 宝钗哒想了一想 笑道 菊梦就好 湘云笑道 果然好 我也有一个 菊影可使得 宝钗道 也罢了 只是也有人做过 若题目多 这个也加得上 我又有了一个 湘云道 快说出来 宝钗道 问菊如何 湘云拍案叫妙 音阶说道 我也有了 访菊如何 宝钗也在有趣 音说道 月姓你出十个来 写上再来 说着 二人严莫占比 湘云便写 宝钗便念 一时凑了十个 湘云看了一遍 又笑道 十个还不成福 月姓凑成十二个便全了 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页一样 宝钗听说 又想了两个 一共凑成十二 又说道 既这样 月姓编出他个次序先后来 湘云道 如此更妙 竟弄成个局谱了 宝钗道 其手是一局 一之不得 故访 第二是仿局 仿之既得 便重 第三是重局 重计盛开 故相对而赏 第四是对局 相对而心有余 故者来公平为完 第五是共局 既攻而不淫 一绝局无彩色 第六便是永局 进入词章 不可不共笔墨 第七便是话局 既为局如是碌碌 究竟不知局有何妙处 不今有所问 第八便是问局 局如结语 使人狂喜不今 第九便是三局 如此人事虽近 有有局之可勇者 局影局梦二手 续载第十第十一 墨卷便以残局 总收前提之胜 这便是三丘的妙景 妙事都有了 湘云一说 将题露出 又看了一回 又问该献何运 宝钗道 我平生最不喜现运的 分明有好诗 何苦为运所付 咱们别学那小家派 只出题不拘运 原为大家偶得了好聚取乐 并不为死而难忍 湘云道 这话很适 这样大家的诗 还进一层 但只咱们五个人 这十二个题目 难道每人做十二手不成 宝钗道 那也太难忍了 将这题目腾好 都要七严律 明日贴在墙上 他们看了 谁做那一个就做那一个 有力量者 十二手都做也可 不能的 一手不成也可 高材杰族者为尊 若十二手以权 便不许他后 赶着又做 罚他就完了 湘云道 这道也罢了 二人商议妥贴 方才西登安寝 要直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 咱们